经理 你那马哥兄弟什么人呢 他怎么了 他到处在我们客户面前讲 说你不给他结工钱 说你没信用 搞坏你名声 没给钱什么意思 不是给过了吗 对呀 这甲方还没验收 我就给他结了80%的工程块 那他还说什么 不管他了 等甲方验收了 把剩下的全部给他结金 好的 这南区屋随改造工程的 被毛哥给撬走了 什么 不搭好了吗 对呀 这我们接下来160 给上面回扣啊15 他呀报120 行吧给他做吧 那他做肯定会做亏的呀 我自己 哪管得那么多 哦明白了 毛哥 来了坐 哎呦 工地赶回了 工程馆多了三个月 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合同签了怎么拿不到工程馆呢 没有钱合同 那结算清单呢 也没有做 你与你家啊 想拿多少就给多少啊 没有甲方签字 谁给你结啊 哎呀 下面签了20多万的工钱 那上面有人能不能帮我冲灭 冲灭 那不是我工地 不在我的管家范围之内呀 我算是看出你了 你居然见死不救 兄弟啊 这么多年了 我帮你背我多少头 扛我多少雷 做人做事 讲良心